Hello 大家好 又是YM My Romar Therapy 的YouTube 频道和大家见面 我逢星期三和星期日都会出片 所以记得订阅、赞、分享我的YouTube 频道 我出片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有关怀孕期间可否用精油 当然很多人都会有顾忌 其实怀孕期间有些精油是很适合人妇使用的 如果一些花类精油如玫瑰、末里有些通筋的效果 我们都最好避免使用 究竟有什么精油可以在怀孕期间使用呢? 我今天推荐三个精油给大家 第一个精油就是苦产花精油 苦产花精油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母婴照护精油 能够在护肤方面抗衰老 另一方面它可以安护人期之间 焦虑和紧张 我们只要在10毫升植物油之中 加入两滴苦产花精油 按摩我们的肤、胸、臀部、大腿等地方 一日两次是可以有效预防十阴神盟的出现 另外如果我们晚上睡觉的质素不太好 我们可以在抗香气之内加入两滴苦产花精油来抗香 苦产花的香气和其他的花香里有些分别 它是比较沉稳而松弛的 很容易将大家平静下来 进入一个睡眠的状态 第二个精油介绍就是姜精油 姜精油特别适合孕妇使用 尤其是它可以止咬 处理孕妇的消化问题 反胃、脏气、便秘都可以有效地改善 当你想咬的时候 我们只要滴一滴姜精油吸纹它 很快这个反胃护心的感觉便会容易消失 如果我们有消化问题 我们在10毫升的植物油之中 加入2滴姜精油 时刻摸我们的吐布 反胃、脏气问题便会改善 但有些朋友未必喜欢姜的精油 我们可以改为甘骨类精油 例如甜橙、葡萄油和佛手甘 都可以处理同样的问题 第三个精油就是茶树精油 在孕妇之间 我们有机会感染到感冒 或身体上的感染 当你有感冒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一热水中 加入2滴茶树精油 然后吸纹 大约15分钟之后 我们感冒的症状 例如流鼻态、咳嗽、喉咙痛的情况 便会舒缓很多 而且亦很安全 孕妇期间亦有机会有各种尿道感染 有什么方法可以处理呢 就是我们是用一小碗的海盐 加入2滴茶树精油 加入温水之中 我们做豚肉 将你的豚肉浸入茶树精油的温水之中 每天做一次出现的感染问题 亦都可以得到舒缓 我今天介绍的是苦产花、薑、茶树精油 这3滴茶树精油都是很温和的 在坏人期间便可以放心食欲 让你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人期 我今天说的是这么多 多谢各位